大家好,今天是12月28日,如常的星期四 聖誕假期已经结束了,不过我知道有些朋友还在放假 有些可能在长假中间去了其他地方旅行,乘未回来香港 因为接下来都挺和味的,大家看一天就知道 如果27、28、29日是放假的话,那你就投答尾,因为1月1日又放假 那你投答尾就放了10天,都挺和味的 今天想说的话题就是香港的劏房 我昨天看才知道,原来政府就叫做分隔房 香港的劏房肯定 将来,现在,未来,一定有价有价 如果香港政府的政策是这样的话 这是我昨天抄经济日报唐宏的一个专栏 但我估计它都是在长冊报告里面抄出来的 就是今年香港的长远房屋政策报告 我简单列了三个资料 就是香港的过去,即是2017年就来过去 4年里面,香港劏房的住户总数 就是2014年75,600 2015年就落了少少,75,100 2016年就83,300 2017年也是83,300 但是如果我们看隔壁 做出来的调查报告 在这堆劏房里面 那些劏房是位于50年柳林的数目 其实你可以看到,慢慢地超过了一半 2014年差不多是一半 2015年已经超过一半 因为劏房的总数是75,100 但是那些劏房是在50年柳林里面是4万 2016年就更超,2017年就更超 2017年就是83,300个劏房里面 有接近5万个 那座大厦是超过50年 我们看回香港长远房屋政策的报告 对于调查那年的往后10年劏房需求的评估 基本上跟他预测到的 就是他统计到的劏房数目是一样的 这个我想很複雜的 就是他为什么这样预测 我们先估计一下他对 如果我们看这个报告很明显的 就是每一年的劏房数目 是不断地上升 而劏房数目里面 超过在50年旧楼里面的劏房数目 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新建出来的那些楼 他已经很小 那怎么劏呢? 他就唯有在一些旧楼里面的劏房 除了在一些正常的住宅里面 很多劏房是位于工厦 其实不是被人住的 工业大厦 甚至在工厂区里面 甚至在一些潜建屋里面 为什么比例会这么多呢? 原因就是因为第一 新建的楼已经这么小 根本就没得到 你去做劏房的 当然是找一间大的 哪些是大的 以前的堂楼就大了 就是你看到深水堡 或者是佐敦下面 或者是九龙城那些 既然那些楼大 大一个过千尺就可以劏房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劏房这个问题 已经有过十年了 那当时找40年的劏房 现在就是50年了 太主区还有很多 那出现什么问题呢? 出现问题就是 租金不断不断上升 那楼价不断不断飙升 我在香港财经R也有说过 我前几天看到林郑 她说她根本上 连楼价都不会打压 她现在做的就是 帮市民置业 她现在想说的就是 提高公屋库户 赶紧一些人出来 去买陆志居 那就多了公屋出来 这些政策是垃圾 大家都知道 一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香港 在很多年来 都给大家一个 印象就是 香港的楼价高企 因为供求不足 简单说的就是 起楼不够快 为什么起楼不够快 因为地不够多 但是 其实我也想说了很久 香港楼价高企 并不是纯粹 因为土地或供应的问题 很明显 在1998年楼市爆煲之后 那是很强烈的爆煲 跌了四成的差不多 三成多 到2000年 有个小阳春之后 科网股爆破再跌 由2000年 科网股爆破 到2005年 香港的楼价都一直低迷 那为什么楼价会低呢 是不是楼价的供应很足 就是很多楼出来 肯定不是 为什么 没有人解释过 为什么当时的楼价会这么低 就是越来越低 低到沙士就再低 然后2005、2006年就再低 为什么 除了楼市在一个下行周期之外 其实楼市上升 其实楼市真正上升是2009年之后 为什么 因为供应 因为需求大了 国内的人买什么 其实香港的楼价不断上升 和供应的关系 这是很次要的 最主要就是 好像比特币那样 那些人买楼 因为觉得买楼可以收租 然后楼价不断上升 你看看 现在推出新的楼 就卖光了 推出新的楼就卖光了 你有没有看到人租楼租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人租给我 不会的 是不是租金很瘋呢 一般 一般 一般高 你有没有看到人买不到楼 不是 不是 500尺实用的 每个都超过800万 不是 来到太子区 13000尺 700万有交易 为什么 是因为那些人等于比特币一样 我希望买楼宇的目的 就是除了租金一直升之外 楼价都升我去赚钱 所以楼价高企并不是纯粹土地供求的问题 你猜一下 如果未来一年增加一倍的公屋 楼价会不会下跌 不会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觉得我买私楼 就会升值 租金就会上升 是不是 那为什么 私楼就会升值 租金就会上升呢 很简单 因为政府没有理 因为政府连打压楼价都烂 其实现在林郑在做的事是 潑火 因为那些人不断去买六字居 私楼 你看到那些居屋就破定 居屋都破定了 那私楼怎么会不破定 二手私楼都破定 一手就再破定 楼价居高不下 如果不用行政手段 我可以告诉你 以及楼价不分类的话 你应该将楼价分类再用行政手段 限價令,限購令,如果你不限價的話,永遠流市之後一個可能會跌就是爆煲 但有些人說為什麼這麼久都不爆煲?不奇怪,因為銀行的借太低 銀行的借太低就不爆煲,因為我們說的爆煲不是你爆煲,是銀行體系爆煲 但這個情形可否延續下去呢?可以,但問題就是社會越來越不平衡 即是說沒有物業的,他買不到,他唯有租房 我們在香港財經R講過,如果你將每個月的支出分類,而你是租房住的話 你發覺一兩年之後,你大部分的錢,原來那個增幅是在房子裡,因為他大份 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就越來越低,青年就越來越難向上游 因為你都沒有地方住,你去到三十多歲結婚,四十歲都沒有房子 所以我覺得香港既然長遠房子政策已經顯示出來的話,政府都不做事 現在你看看香港首次上車款多餘,一千個單位 我告訴你,搞得來的話,這屆是林鄭美的,現在已經去半年了 樓價還是這樣高企的話,香港只有越來越不平衡 等於我們很早期已經說過,領錢問題 然後我星期初見到那些人已經出來請願說,領錢問題 其實政府只要帶頭在每一個屋苑附近,建個臨時街市 已經可以幫了很多人,起碼買菜可以便宜 但是,不好意思,政府完全沒有理你,你那幾百人就去遊行 所以問題就是,我們說了很多次,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他不做,為什麼呢?他要保障自己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簡單說一句,幾多政府官員是大把有樓的 如果我打擊樓市便打擊了我自己 對不對? 幾多政府,林鄭當時,大部分都是地產商出來支持他的 他怎麼能夠打擊樓價呢? 但是,現在居然可以說到一件事情 我是不會打擊樓價,沒有政策去打擊樓價 那死吧,國家是非常嚴厲地去打擊樓價和炒風 當然,一線城市的樓價還是壓不住的 但是,在二線裡面,其實現在樓價大陸都很低 還可以,二線不是一線,一線沒得說 廣州市,上海市,北京市那些沒得說 但是,二線的樓價仍然是可以的 但是,香港是沒有地方便宜 大嶼山都貴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是純粹土地供應問題呢? 是不是政府不知道呢? 不是咯 是政府要維繫著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不做 犧牲了市民 所以,我覺得我們網台的人是要發聲 我將資料列出出來,希望大家看看 政府是做到事的,你知道的 你的長冊都說了出來,為什麼你不做事呢? 是不是? 對嗎? 為什麼不能出現限價令? 為什麼不行? 樓價升幅一年不能超過5% 現在是最高的了,以後不能高 你放他不蓋房子嗎? 詳實不蓋房子嗎? 新同基不蓋房子嗎? 順致不蓋房子嗎? 不會咯 是不是? 或者收重稅咯 打重稅,然後把錢回饋給市民 都是一個幫助社會的方式 但是政府就什麼都不做 你見到,我們那時候已經說過了 你一推公屋復戶政策 所有居屋即時破頂,全部破頂 追貼了屍樓,屍樓再升,豪宅再升 一層一層薄上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發聲 政府在樓宇上是不能採取這些政策 一定要用行政手段 令到升幅壓低下來 我不管升幅也好,限價也好,限購也好 抽稅也好 如果政府又是像你這樣 中國又可以這樣 那價格飆升就爆煲 以前好像中國一樣爆煲 和樓價就是爆煲 是不是? 我說的爆煲是市民 市民生活爆煲 不是你的銀行爆煲 對不對? 希望大家多點發聲 好嗎?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今天講短一點 希望大家如果要看財經的 可以在YouTube輸入香港財經R 每個星期都會做一次香港財經R 說的話會不同 說的話會有關於投資 長線退休組合 或者長線投資 股票、樓、經濟都會講到 好嗎? 下一個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